今天就来满足一下你们 太可爱了吧 这个 这个老阿姨都还蛮心动的 它是一个有想法有审美的 他们又在搞事情 已经被这个刷屏了 好厉害这个质地 真的好厉害 定要试一下 我买 我只想把它割掉 太可怕了 生怕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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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毛大人的视频又见面啦 今天呢 带着最新的果货资讯来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买了 然后也收到了一些 果货的新鲜血液 我们今天一起来开箱 大家的钱包今天可能又要被调戏了 这几个产品真的让我觉得 行 你厉害 我买 太可怕了 感谢小哈喽 继续往下看吧 今天可是2019年第一次果货开箱 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然后首先 先从我买的第一件产品 今天除了我买的 还有一些那种公关 诶 这什么 这肯定是我买的那个 辟桃君的连绵款 我觉得超级可爱 上面还有个小铃铛 这我没有下单 这应该是赠送的赠品 上面印了一颗辟桃 这样一个有切面的小海绵 我对他家印象还是蛮好的 因为他们包装做的也挺要的用心 我记得我有买了他家两只唇釉 都是辟桃的连绵款 这个呢 就是他们唇釉的包装 里面的包装是长这个样子的 反面就是这样的 买了这两个色号 然后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小珠光 还有可爱的小贴纸 哇 这里太可爱了 也是一个这种小宣传册吧 这应该是 因为这个在过年的时候 就看好多弹仔给我推荐 毫不犹豫的就去下单了 这就是P陶联明的眼影的包装 它今天跟我的外套还蛮搭配的 就是这种 普普的吊吊 但是它的盒子是稍微有点厚厚的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配色 没有说一眼抓到我 这个盘子是土色的 在这个盘子里显得会不是那么的亮眼 然后颜色呢也都是属于地饱和度的 就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色系 然后是有三块珠光 三块亚光 颜色还蛮少的 其实性价比没有说特别高 但是它总体包装呀 各方面都是蛮用心的 就属于比较适合送人的 这块地应该就是我买的橘朵的一些新品了 有的可能不是新品 但是第一次尝试了 感觉菊朵这个品牌蛮值得挖掘嘛 单色眼影扣盘后 壳别扔了可以换新品了 我家有一堆他们的坏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换到东西 看上去就是价格很实惠的感觉 那它家确实性价比会稍微高一些 这次选它的粉底呢 不好意思我最近这个 眼实在是有点严重了 现在虽然就是春天已经到了 大家也别着急的剪衣服啊 一定要注意好身体 因为他们家这个粉底也出了非常多的色号 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感觉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色号 是26号 但是这样看是不是有点浅啊 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concealer 是一个五色的橙牙膏 我买的是2号色 另外还有几个包裹 就是这个呢 它其实我在关注了一个新的品牌 因为你去看他们的网页啊 然后看他们的产品界面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想法 有审美的一个品牌 然后价格呢 也比以往的国货要高不少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能在高端线 能做出一个好的呈现 对国货来说的话是个好事 东西其实也不多 就是只有他们家的眉粉跟粉底液 好像还有一个卸妆的产品 他们家我最想试的眼影 我没有拿到 所以我打算自己去买一些 到时候给大家测评 这个品牌的名字呢 叫yes I see 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收到了一个公关礼盒 它就是完美日记 他们又在搞事情 就是最近已经被刷屏了 他们新出的跟Discovery一起联名的产品 又是一次跨界合作 我真的觉得完美日记的资源真的好棒啊 还有他们家活变全网的反重力唇釉 我已经收到了 真的超级超级期待 所以我今天一定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上妆的感受法的 上次直播的时候 我一看很多淡仔 在里面问我说 有没有买这一套 想要看测评呢 今天就来满图一下你们 粉底的话 我想要一边用一个碗来感受一下 打湿了一下这个披桃菌 还算是比较痰的那种 先看一下yes I see的这个粉底 它是这种磨砂的壳子 它的配色都是莫兰迪色系的 是03号色 我把它涂一点点在这里 好白 那我把它上在眼下好了 它的质地真的是好细薄 非常香的 就香水味很浓的一个味道 然后我给它拍匀 嗯 这个杂力就比较低了 比较水水的感觉 嗯这个色号不行 等我搞到它们 适合我的色号之后再测评吧 然后我再来试一下 橘朵的这个 然后总体呢 算是有一定的流动性 但不是太水 然后我把它吐在我的脸上 好透的妆感 没什么太高的遮瑕力 哦对了 我刚刚忘了给你们看这个包装 包装是这种亚光淡金色的磨砂盖子 塑料的 然后下面呢 应该是这种亚克力的塑料 磨砂的管地 其实这个包装我觉得不丑 粉底是属于那种特别好推开的 因为它真的粉质是算薄薄的 你就算大量的铺在脸上 青春的一拍就很圆了 就瑕疵少的人很适合这个在日常中使用 妆效真的OK呢 但是我也不能要求太低 所以我们还要看后面就是持妆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看我皮肤的话 有没有感觉这一片皮肤显得比较细腻 Yes I See Fendi也是明显能够妆效更细腻一些的 但橘子这个呢 因为它太有光泽了 就会比较显纹理 好的 上三份之前呢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遮瑕 因为我是看很多妹子还是挺关心说 国贵里有什么好用的遮瑕呀 所以我在这方面呢 就多做一些探索 它的包装呢 是有点磨砂的浅绿色 里面是有这几个颜色的 我用手摸一下这个质地 是有一点点油润的感觉 涂在这里 像我黑眼圈呢 不是很严重 我就会用一个浅肤色去提亮遮瑕 然后我就把它点在这里 没有说有那种明显拍不开的痕迹 但是我觉得遮瑕力呢 就算是一般般吧 没有说很高的遮瑕力 其实国货的底妆 总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持妆啊 就到后面妆容会变得比较不好看 脱的比较快 也是我今天会比较担心的地方 好眼下的遮瑕完成了 比一两边还有嘴角的一些暗黄的地方 我就用这种偏橘一点点的颜色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整体的本质是很服贴的 这样里面有点泛红的地方呢 我就会点一些绿色的 先拍上去宝宝的一层 然后再点一些深肤色 拍上去 总体还是比较适的新手 不需要花那么大妆 稍微去遮一遮那种小斑点 或者是体谅一下脸上是可以用的 然后来快速的定一个妆 然后整体跟脖子的色差其实还好 接着眉毛我们用这个产品 这个叫做YES I SAY的自然生长眉粉 它的包装上面是这样的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品牌的调性 哇这个手感 也是那种磨砂的质地 边缘是非常圆润的 还蛮有重量的 这个是磁吸的包装哦 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小刷子 跟三个颜色的眉粉 这个刷子呢是那种非常宽 然后非常扁的 它有一个颜色呢是属于那种深的 中带有一点绿的颜色 这个色号呢是比较适合黑发来用的 然后下面这个颜色呢是一个深黑发蓝的一个颜色 可以用来加深你的眉毛 上面还有一个淡色的 它就是那种断光丝绒光感的偏肤色的一点的颜色 我最近秀的眉毛比较细 然后我们来拿它来画一下 先沾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这个眉头呢再往下稍微的压一下下 但是我就觉得眉峰这块描得不够精细 换了一把刷子 画起来就好很多了 总体上来说 我感觉对于黑发色的女孩 这个眉粉的颜色选择其实是很科学的 我再取这个浅色的 给眉骨提提亮 然后我再用它来上一下鼻梁 我这个用来做鼻梁的高光 眉骨的高光 就那种拔地而起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但是同样这个产品还是有很多缺点 就比如说它这个包装的很容易脏 然后价格呢是略高一些的 自带的刷具也是不好用 并没有到很推荐的地步 好接下来到眼影了吧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眼影 我收到的时候是完全眼前一亮的 我觉得他们这次主题抓得很好 他们是因为跟那个探索频道在合作 就是那个discovery 所以呢是以这种野生动物的形象为 这怎么说灵感吗 来做了几套眼影 然后配色也是由这些动物 这些色彩为灵感搭配出来的 我刚摸到这个包装的时候 就把那个塑料可以拿 我觉得它的手感真的很好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 它有一种凹凸不平的立体感 前面这块印刷呢 也是有做一些小的设计 配色我刚打开的时候 也是觉得还不错 是最近特别流行的 幻彩的珠光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别的颜色的那种 贝母珠光 这块打底色上面还印着那种小猪鼻子的形象 然后还有一个是以老虎为灵感的一盘 那它的颜色呢 是一盘以金色 涂色 黄色 棕色 为主调的配色 这盘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一个做了混色的炫彩珠光质地 好像他们家不是做了四款不一样的配色吗 每一个配色里面都有一个这种非常亮眼的 非常特别的这种质地 这里面的珠光亚光跟闪片色的搭配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就你看上去能一眼感觉到 哎我该怎么去画 其实我今天是比较想画这盘要有春天的气息 我把这个颜色刷在手背上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颜色 我摸上去是比较懦软的质地 没有说压粉很实 一下子能取到非常多的粉 哦我这个看上去就比较偏光了这个颜色 粉色珠光里面呢带有一些金色的闪片 再刷一下Duri这个颜色 刷在这里 是的是带有一些蓝色偏光的很明显 是一个Burgundy的那种深酒红色 珠光的质地做的都蛮好的 就是颜沾性上都没什么毛病可以挑 再来是两个哑光色 哦 这是个蜜桃色 这是一个深棕色 我觉得这个深度完全是我想要的那种 可以很明显加深颜味的那种颜色 右上角这个颜色 刷一下 嗯这个真的很适合当修容 我今天就用它来修我的笔定好了 呀 这个质地好神奇 这个Blossom这个颜色 好软啊 可以压出纸印来 看到吗 并且它也是一个偏光的颜色 是一个这种颜色 记得当时有分享过他们家大营博物馆的联名 我就有提出说 他们家质地做的不是很丰富 但是这次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做了很大提升的 里面呢有自带一个这种小刷子 我看了一下是比较实用的那种刷型 然后毛呢也算是比较软 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待会我来试一下 我先用我这个摄影刷里面的这个扁刷子来粘取 右上角这个修容色 粘一点 因为我感觉蛮显色的 并且这个盘子很好取色 先去修一下我的眼窝 接我的鼻梁 哇我喜欢这个修容色 蛮适合黑黄皮的 很容易出效果 并且色调上有一点点偏暖 然后我取这个蜜桃色 用它来扫一下整个眼皮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看的腮红色 它的颜色都是很基础日常的 戴一下下一件 然后呢我来取这个颜色 刚才没有给大家试色 这个颜色是一个深梅子色 自带的刷子去扫一下 会稍微有点飞粉 一定要少量的取色 然后压着眼尾打上去 再选一些这个棕色 再去加一下这个红色 这个刷子做一些简单的约约是OK的 稍微加强一点点的卧蚕 然后我用这个扁刷 这种扁刷呢比较适合取这种 松软一点的珠光色 然后直接点缀在眼球上 然后再取这个 会有点打在你的卧蚕上 这样眼睛真的是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好这个眼妆画好了 今天的眼型画的比较下垂一点 是一个偏寒细眼妆的画法吧 就是卧蚕呢也比较突出 眼睛上带了一点点小小的bling bling 然后色系呢也是这种粉粉的嫩的 配色非常好hold住 我觉得很适合新手 深棕色够深 然后就闪片色 珠光色呢也比较的丰富 在这种比较常见的粉嫩色系的眼影当中 又比较有自己的特点 我这个很喜欢 就算是一个不是很俗气的桃花盘 很适合这个季节 那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很有形致的一个眼影盘 就老补盘那次就没有时间试了 下次再给大家试吧 还有那个披桃盘 下次再给大家试 然后前段时间 我还有说的这两个产品 我已经打开过了 所以就不在开箱里面给大家看 首先这个盘子 就看它的包装的话 是非常宫廷国风的感觉 地家这个品牌的盘里面还蛮有变化的 它应该算是一个高光加腮红的盘子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应该是当腮红的 但是我摸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非常珠光的橘色 当腮红的话太亮了 但当高光的话呢 它的颜色又太鲜艳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 这个粉色的跟五花肉一样 不懂取分你看到吗 剩下这两个颜色呢还OK 一个是右上角这个 有点披金色 蛮好看的高光色 本量很透的质感 另外另一个上面有些紫色的花纹 颜色比较偏冷一点点的 淡淡的粉紫色 然后它的架子其实是蛮便宜的 但是我综合考虑下来 我觉得还是没有优秀到 非要给大家推荐 因为它有两个颜色真的是有点尴尬 所以你们自己去判断 还有一个盘子 是我摸过之后觉得蛮喜欢的 这个是菲洛尔的一个高光盘 非常便宜 并且这四个颜色 都算是能用到的 你看我摸一下 它非常显色 黄油一般的那种 若软的质感 很丝滑的质感 我都塑在这里 它的颜色也是 从鲜光色到一些日常的颜色都有 然后质地呢都算是比较细腻的 妆效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高光盘 如果你觉得我之前推的那个 苏西苏有点贵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但说实话 这个的底色呢 没有苏西苏的通透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上脸 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它会让你的皮肤质感是 很光滑的感觉 这个高光还是不错的 好最后 给大家来试一下这些反重力唇油 我现在手上所有色号都齐了 所以给大家来一个全面的刷色 然后选出我觉得很好看的几只 那首先外壳呢 还是一贯的完美日记的这种黑色的风格 然后打开里面呢 是个小金条的感觉 底下呢是有一些透出那个唇膏颜色的 在这里可以判断颜色 大器简单的一个设计 你这样看这颜色 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匀 其实是因为质地啊 是非常非常水的 真的是有史以来 我用过质地最薄的 哑光唇油的质地 我来涂一只上嘴巴 G08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属于这种橘色吧 只要会不会搭我今天的妆容 它这种橘色是很鲜亮 很适合春夏那种感觉的橘色 就里面的红色调会比较明显一些 它上嘴真的是特别好涂抹 超级水超级薄的质地 你涂一点呢就可以把它抿开 在棉的时候呢 它就会很快地变成了一种 日面的感觉 因为这颜色薄涂的状态 就还蛮好看的 就是很日常 并且带有一些元气 又很深的黑黄皮 很显白 它不是那种很俗气的 荧光橘色 它是透着一点点的粉色调 有一点肌肉深橘色 又有一点雪橙色的那种 它完全不会有一层膜 抓住你的嘴巴那种感觉 也不会像一层漆一样的 我看它这个会不会沾杯 这薄涂的效果 好 沾杯 其实几乎不怎么沾杯 那我再厚涂一下 这个颜色就是调配的非常巧妙 配这个粉色系的眼妆 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 它上嘴完全不会涂不匀 并且特别舒服 也不会黏 这个色号 大家一定要记下来是 G08烈焰星球 我还要再试一下这个 更偏美味一点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也挺好看 是一个比较温柔的03号 薄涂 是这样子 好像是有点巧克力味道的 最喜欢的点呢 是它会带有一些灰色调 这个灰色调是恰到好处的 这个灰色调呢 就会显得质感更高级一些 其实我刚刚刷在手臂上的时候 没有说太有感 但是上嘴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 怎么会显得那么好看呢 所以我就分析了一下 是它会稍微透出一点点 你的唇色 能够很贴你肤色的一个颜色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你们觉得这两个颜色 哪个更好看一些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觉得它基本上也是不会 特别容易显纯纹的那种质地 好厉害这个质地 真的好厉害 外面日子太过分了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分享完了 有一些东西还没有上脸呢 下次比如说get ready 或者什么的时候 再给大家来分享 可以留下你们最感兴趣的产品 还有你们最种草的 在弹幕或者是评论 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